歡迎收看我不柯拿鐵生活BURG 歡迎收看我不柯拿鐵的頻道 Hello大家好我是我不柯拿鐵 今天就要教大家怎麼讓天子服服貼貼 因為其實最近我要出國了 然後我買一個新的行李箱 我相信大家在買行李箱的時候 你會很擔心跟別人買到同樣款式 你在出國的時候有可能會拿錯行李箱 或者是說你在出海關的時候 你要去拿行李箱的時候 很難認出來哪一個是你的 所以有些人跟我一樣會在行李箱上面貼貼紙 可是貼貼紙的時候你會遇到的狀況就是 這貼紙可能貼上去以後 它沒有連線那麼好 它可能會翹起來 但有些貼紙是不錯的 可是其實貼紙都需要貼一段時間以後 它的連線才會夠 才會黏住很牢 因為其實我有買過比較貴的貼紙 有買過便宜的貼紙 常常都還是要一樣的狀況 今天沒有關係 我就教大家怎麼讓貼紙服服貼貼 因為很多人會像這樣的狀況 就是你會把 可能就把行李箱上面貼貼紙以後 你會用東西去壓它 壓住以後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很麻煩 因為它還是有些地方是沒有服服貼貼的 對 所以今天我不可拿鐵 就分享一下我的經驗 那我先介紹一下 我最近買的行李箱是一個29吋的行李箱 然後它上面已經有貼一些貼紙了 相信大家已經看到了 這些貼紙 亂貼的 因為我喜歡貼的 對 就像後面這個牆一樣 這個牆的感覺 就是會有一些東西 而且比較好找 因為你在出國的時候 一定會有很多人跟你一樣拿同款 或是同色的行李箱 我就跟大家講一下貼紙部分 你貼上去以後 它可能還是會翹起來 翹起來怎麼辦呢 可是你又想要快速使用它 那就是要準備這個東西了 登登登登登 素描紙膠帶 沒錯 這個東西其實是我們以前國中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畫過素描 那時候我就想說 欸 到底要怎麼讓貼紙連的老褲 我之前想過用膠帶什麼的 可是我想到說 欸不對啊 我用膠帶的話 膠帶撕下的時候 貼紙可能會跟得下來 那用這個東西的話 就沒關係 因為以前素描的時候 國中有畫過素描 它這個東西是不會傷紙的材質 所以我忽然想到這個 我就到金食堂去買這個 碗頁 碗頁就叫做 素描紙膠帶 你也可以稱它為紙膠帶 不是那種 欸 柏林柏林那種應該也可以 因為很多小女生啊 是喜歡那種紙膠帶上面有圖案的 那個我不確定我可以啊 不過這個應該是可以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測一下吧 首先呢 我這邊其實行李箱已經貼到很多貼紙了 然後我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呢 你們應該已經看到這些貼紙啊 都是這裡 像有些貼紙它的 品質比較好的話呢 你會發現它可以黏得比較緊 可是有些貼紙呢 它在一些弧度上 譬如說像我今天黏的這個 其實算是比較亮面 我有另外的行李箱 它是有點像蜂窩的那種組織 它是防刮的 像這個已經不算防刮 它這個已經算是亮面的 它還黏不住哦 好 給大家看一下它翹起來的部分 像 好 這個就是我用紙膠帶黏上去以後的樣子 好 我們先來看行李箱吧 現在你們看到這個地方 這邊是我用紙膠帶黏過的 它的話會比較服貼 服貼的意思就是這邊是平的 可是你看這邊 這邊它是自然會翹起來 因為這有一個 它這個其實有點凸出來 就是有做紋路的 那跳起來的地方呢 你就要把它按回去好了 它過一段時間以後就會翹起來 那我今天用紙膠帶的話就可以 充分把它黏住 好 我先教大家怎麼黏紙膠帶 紙膠帶 使用方式非常簡單 你就把它拉出來 拉出來以後呢 你就撕一段 找一段適合你的地方 就是你想要黏的地方 不要讓它翹起來的地方 像黏這邊也可以 好 這樣它的話就穩固了 再來可以再補一下 好 這樣的話膠帶就不會黏起來 就不會翹起來 這樣它跟你的行李箱 有充分的接觸到的話呢 它的黏膠過了一段時間以後 才會吸附在這個行李箱的表皮上面 好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其實我已經黏了大概 兩三天了 那我現在把它撕開 看怎麼樣 你要試的時候要記得方向 因為貼紙是叫黏的嘛 那我就用反方向 OK 有沒有看到 它完全 沒有翹起來 而且呢 完全沒有上到貼紙的那個 材質 因為我今天用膠帶 或用比較強一點的膠帶的話 有可能會有殘膠 之類的 可是素描紙膠帶 是不會有殘膠的 對 今天不是工商 今天只是分享一下我最近要出國 然後 我貼貼紙 忽然間想到 欸怎麼辦 一直翹起來 好再給大家看另外一面好了 好 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看它是翹起來的 這個貼紙我剛剛都沒有通過它 可是你們可以看它是翹起來的 這個地方 有沒有 翹翹的 那這個地方你就可以加強 這樣它的地方跟接觸面就會完全是結合在一起的 你最後撕的時候啊 就像這裡 我給大家看一下撕掉的時候 像這原本是翹起來的啊 我大概連了兩三天了吧 好 它是不會有殘膠的 任何殘膠都沒有 它的那個 幅度不會有出來 可是你們看喔 沒有黏到的地方還會有點弧度 所以這個方式其實非常好用啊 是我自己發現的啊 然後今天就特別跟大家分享 OK 現在回來了 然後呢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行李箱全部呢 的貼紙 我都 只要有翹起來的地方 我都會用 紙膠帶把它黏起來 黏起來之後呢 我可能在出國那一天 我再把它撕掉 這樣它的膠帶黏性會比較夠 所以通常我建議大家可以大概貼一兩天左右再撕 不要馬上撕掉 如果你今天出國那天真的來不及的話 你就先貼著也沒關係 因為不會到很醜 因為它這個膠帶其實這樣貼上去 好像還蠻有質感的喔 好 這是我今天的生活Vogue 如果有幫到你的忙的話 請在下面按個喜歡 你也可以實際的訂閱我 未來呢 我會有時間的話 我會分享一些生活Vogue 就是可能旅遊Vogue 或者一些生活使用的技巧 都會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也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囉 掰掰